那时候耶稣开口说 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跟前来吧 我要使你们安息 你们背起我的恶跟我学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迁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来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在早晨一起来 就聆听耶稣的话 今天耶稣对我们发出了一个邀请 你们到我跟前来吧 我要让你们安息 我们现在是度假 我们累了 学习了一个学期一年之后 很累 有时是心灵的累 不只是身体的累 面对一些压力 可能你们年龄还不够大 还想不到那么多的压力 家里是不是盖房子 父母这几年的工作怎么样 可能你们想不到那么多 但是我想每个人有一些焦虑 耶稣说你们到我跟前来吧 我要使你们轻松 你们背起我的恶给我学吧 你们知道什么是恶吗 知道吗 好 今天的人很少见过 以前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在街里没有汽车 也就是三四十年以前 那时候你们还不在这儿 没有汽车 那也没有货车 连拖拉机都没有 那拉东西怎么拉 用牛 用马 套那个车 如果一吃东西特别多 一匹马拉不动 会两匹三匹 然后牛也是好几头牛 在耕地的时候 好几头牛算在一起 但是在他们肩上 为了拉后面的东西 在肩上放着一个 像这样的L型的一个木头 这个木头上绑着绳子 那个东西就叫恶 他往前面一使劲 在他的肩膀上 就用劲 拉后面的车 耶稣在这儿说 我的恶是柔和的 一般的那个恶是木头做的 是很硬 所以需要垫一些垫子 不然的话把那个皮肤 就会割破 耶稣说 我的恶是柔和的 尤其耶稣在这儿讲那个恶 有时两匹马 两头牛 用一个恶 一个大的 耶稣说 到我这儿来吧 我的恶是柔和的 到我这儿来 当你的担子很重的时候 到耶稣这儿来 耶稣使劲 替你背着 替你拉着 你就在这儿 挨着耶稣 靠着就行了 不用使劲 后面的车就走起来了 要不耶稣说 你们累了 到我这儿来 我的恶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那在今天的弥撒中 那我们接受耶稣的邀请 我请你们每个人想想 自己的担子 是什么 你的压力是什么 你的焦虑 在哪件事上 你自己的 你朋友的 爸爸妈妈的 家人的 都可以想一想 交给耶稣 我想你们可以 在很多的时候 帮助你们的家庭 爸爸妈妈有时 在外面忙 过不上祈祷 你们这几天在这儿 没事了 到耶稣跟前来 跟他说几句话 你们到我跟前来吧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把这些担子 放在耶稣手中 让他替我们背负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福音中 耶稣给我们一个邀请 今天的读经一 我们继续梅瑟的故事 梅瑟 昨天晚上我们读的是 他走进那个荆棘 荆棘 分而不回 然后开始对话 他说你是谁 那个声音说 我是你老祖宗们 老爷爷们的天主 亚伯郎的天主 以撒格的天主 亚伯伯的天主 所以 你不要存借心 到我跟前来 我要今天给你一个使命 我要派你去 把我的百姓 从埃及领出来 因为他们受苦很多 在那里受迫害 我记得前天给你们讲了 让他们做苦工 然后弄死他们刚生下的孩子 只要是男孩 一律杀死 所以他们是信天主的民族 他们能不祈祷吗 你们看 有时天主允许我们经历这些困难 是因为我们忘了他 遇到困难了 我们谁也解决不了了 我们就开始找天主了 天主说 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声 其实天主一直在听着 只不过时候还不到 现在时候到了 天主对美色说 我要派你去拯救他们 做一个领袖 把他们从受苦奴役之地 带到府地去 美色说 我是谁 我是一个讨犯 他们抓我还抓不到呢 我敢回去吗 你说他原来不是王子吗 为什么成了讨犯 是 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犹太人 被公主收到王宫里 受了王宫的教育 可是有一天 他在外面 作为王子 出来巡逻 散步 看有埃及人 正在欺负 犹太人 拿着鞭子 正在抽打他们 他们那么辛苦了 还受着迫害 所以美色 一怒之下 把劲就把那个 埃及人杀了 马上就有人 告了他 说你看 公主收的这个家伙 还是这种 犹太人的本性 将来如果他造反 会了不了不得 赶紧把他杀了 所以随后 国王就派人来抓他 他就跑了 就这样跑到荒野里 在那里 遇见天主 他说 我是逃犯 正在外面藏着 我敢回去 天主说 没关系 以后我要想很多奇迹 帮助你 天主知道他的未来 天主给他一些保证 将来无论遇到什么 你怕什么 有我呢 这是天主说的 最后很有意思的是 他非要问出天主的名字 他说 你到底是谁 好像天主只说 我是你爷爷们的天主 不够 他说 我到那去了 大家会说 谁让你来的 我好说出你的名字 随后 这是 第三章 十四节 在全部圣经中 只有这一个地方 天主说出了他的名字 天主说 你如果非要问 我告诉你 我是自由者 这是天主的名字 自由者是什么意思 自是自己的自 有是有没有的有 自由者 你们怎么想这几个字 天主说 我是自由者 完了 天主是自己有的吗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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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原来这儿没房子 一年以前 后来 今年你们来了 看到这些房子 说 神父 这些房子是怎么回事 去年还没有 我说是自己有的 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 是有人盖的 对不对啊 我们盖的 天主说 我是自由的 原来没有我 后来有一天 我想有了 我就来了 我就生了 这个能解释得通吗 自由者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那样 那就是一种矛盾 原来没有 后来自己有了 不可能 我们呢 原来没有 15年以前 16年以前 12年以前 没有你们 父母生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不是自己有的 是别的 有一个 另外一位 让我们有的 父母生了我们 而天主 他自己有了 不是这样的理解 这个是一个矛盾 那天主说 我是自由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由的意思是 我自己本身 就是存在 我自己 在我自己内 找到存在的原因 不是别的 因着别的 让我存在的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以前没有 后来我自己有了 而是说 我自己本身 就是有 本身就是存在 在任何时候 都是存在的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一直存在的 我是存在的 那一位 明白了吗 是这个意思 天主说 我就是存在的 那一位 要不要理上 我们说天主说 无始无终的 没有开头 没有结束 我们有开头吗 有 我们有结束吗 有 对 我们都是属于 如果用哲学上 一个名词 叫他有 我们是属于 因着他 因着别的一位 我们存在的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是偶然的有 不是必然的有 偶然的就是 可有可无的 二十年以前 没有我们 五十年以前 没有我们 这个世界 存在不存在 一百年以后 我们上了西天 这个世界 会不会就不运转了 不会 所以我们可以有 可以没有 我们是这样一个 偶然的有 可是天主呢 不只是自由 而且是一个 必然的有 一定要有的 因为我们的有 是从他来的 我打个比方 就像 天主就像这个手 如来佛的手 你们看过那个 叫什么西游记 是吧 孙悟空在他的手上 我打这个比方 不太合适 我们的存在 在天主的手上 天主如果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我们存在是 他给我们 分享他的存在 如果他没有了 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是必然的有 他不能有一瞬间 没有 我们则是偶然的 可有可恶的 好在这儿 我就不多解释 这个有了 这是很特殊的一段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在圣经 全部圣经中 只有在 今天我们读的 这一节 有天主的名字 天主说 我是自由者 天主 其实这样一句话 在讲 他是谁 他是天主 天主的意思 就是 是神 与众不同 给我们不一样 再没有第二个 跟他一样 再没有第二个 所有的 存在的 都是从他来的 因为他是自由者 好吧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讲这些 好像眼睛还没有睁开 迷迷糊糊的 神父就给你们讲哲学了 会帮助你们清醒起来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早上我们在天主面前 感谢他 不是15年以前 他造了我们 今天早上 你起来 天主继续给你 吹一口气 你就起来了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天主给我们 他的存在 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就像 胎儿 跟妈妈的关系 胎儿跟妈妈的关系 在哪里 鸡蛋 有一条鸡蛋 连接着 他的营养 空气 什么都是 透过鸡蛋 进到胎儿的体中 是不是啊 是 我们跟天主 可不是说 多少年以前 他造我们的时候 他看着我们 好 你到世界上去吧 以后 他就睡觉 不管了 每分每秒 天主给我们 每个人之间 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